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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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來到亞洲大學文獻講堂 現在就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 陳文獻 陳老師 以及徐慧芝 徐老師 陳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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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教徐慧芝 徐老師 很感謝你特別來 很高興 他是一個修養非常好的人 我還是很好奇 你是很擔心你的背包在後台被偷 或什麼 這像見客一樣 健在人在 見去人望 開玩笑是忘了不小心背上來的 OK 好吧 開玩笑 來 謝謝徐老師 剛才在後台 其實我們在這個學期 我先告訴你 我們這個學期的題目 你看這個題目前後都是不大的 我先講網紅經濟 這整個學期談的是網紅經濟 它已經是一個大的趨勢 它有各種不同的現象 有的人如何成為網紅 有的人怎麼面對網路的霸凌 就是我們上了很多不同的課 那有的人是如何告訴你 它如何很短的時間裡頭 透過各個不同的運算方法 成功地進入它的網路 但是今天的課程是最特別的 網紅經濟集社群媒體的新世界 有一個下面叫做 就在此時花碎了 有一點浪漫 就在此時花碎了 就在網路時代的時候 我們比起任何時代 都要學習慢生活 所以在這個學期 倒數第二次上課的時候 當我們上了那麼多 好像很實用的 以及各種不同角度的 網路經濟跟相關的課程 和實課 我們特別請來了 許惠之 許老師 我們請掌聲歡迎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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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十二月還在中中大學 一場演講對不對 您坐在那邊 您坐在那邊 是 謝謝 他本身是一個 非常出色的作家 我是他的粉絲 台下也有幾個年齡 跟我沒有差別太大的女人 也都是他的粉絲 是他 是許惠之老師粉絲的人 請舉手 好愛上喔 大家都很誠實 謝謝 謝謝 其實沒有關係 不是愛上 你們錯過了 人生很美好的東西 在我們現在很多年輕的作家 他們跟喜慕容那一輩 最大的一個差別就是 所謂報紙的副刊 那樣一個可以讓我們 接觸到文學的東西 不見 因此和他非常好的作家 你們看不見他 還遇不見他 你們錯失了很多 但他仍然在創作 所以我希望今天 許惠之老師的課程 除了我們談 在網路時代的慢生活之外 我覺得希望給大家 打開你們在這個年齡 在其他的 你們可以接觸到的管道 每一屆裡頭 接觸不到的 許惠之 一個了不起的出版家 一個非常好的作家 他的《遊樂出版》 剛開始出版的時候 我想說 賈學真好 把他的書給了他的學生出版 接著他的書籍呢 他出版了王毅嘉 王毅嘉原來是一個醫生 但是他不從事醫生 他就變成一個作家 他的同學包括以前台大 院長林方毅 後來當衛生署署長 他的同學裡頭 包括台灣最有名的整體科醫生 林靜雲 每天說笑話 他的醫生有非常非常多人 他的同學很多人 這是王毅嘉 他的作品寫得非常好 他的作者還有一位赫赫有名 叫做《星雲大師》 所以你可以想像 《遊樂出版社》 他本身是一個 那麼特殊的一個出版社 寫到他自己的書籍 他本身的書法寫得很好 有一天呢 我就 你知道人生倒霉的時候 我先開眼 你突然會覺得我質疑 在你的Facebook留言 一切都沒有對不對 對 都沒有 我告訴你實話好不好 就是說 因為我從來沒有用過Facebook 真的是被迪時代很遙遠的 對對對 然後呢 我在Facebook有一個賬號 那個賬號 只是讓我來發文 文獻的世界主要Facebook 因為我就認為 為什麼每個人 在這個社群時代 都要有一個自己的賬號 我可以當一個僵屍 就是不存在 然後這個僵屍呢 就像江西趕屍一樣 他好像還在那裡晃動晃動 所以我就只拿來發賬號 結果那一段時間 就不知道為什麼 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反正簡單就是 三個字叫做見鬼了 突然有人檢舉我 這個從來沒有發過文的人 說我有發仇恨性的言論 於是 我本來的賬號 不叫陳文謙 我本來的賬號叫CC 一隻狗 CC那隻狗 他就被有駭客 刻意地放了幾篇仇恨性的言論 然後仇恨性的言論 以後就被檢舉 然後所以放的人 應該檢舉的是同一個人 那我當然可以懷疑A懷疑 那你懷疑誰也沒有 對不對 所以呢 他們就把我的帳號給封掉了 他封了 這個年頭的人的好處就是 就另起爐灶 那這次我就想到一個方法是 不會有人可以隨便駭客 然後封掉我帳號的方法 所以我就好 本尊就叫陳文謙 直接去登記一個Facebook的帳號 然後因為我叫陳文謙 然後他們就要交出一些資料 那我才因此變成 所謂的藍勾勾會員 那藍勾勾就變成別人 不能隨便駭客 然後就是我有崇恨性的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一個 交友邀請是陳文謙 我還看了很久 證明真的是 對 然後我就開始 在很多人的Facebook上留言 大家會覺得說 怎麼出現 我說我現在才剛 網路時代 我才剛出生 這樣 有一天我在學會之的 Facebook上留言 然後就好稱讚他 他就是隨便拿扇子 然後隨便書法幾個字這樣 他就覺得 這是現代的瑕士 你知道嗎 好像一個北宋時代才應該 存在的那種 江山萬里 畫江山萬里圖的吳希夢中人 怎麼會存在 而且他是個美少人 我就大力稱讚他 就有一天我就收到 這把善意願的禮物 你說他是不是很棒的人 我們大家給他掌聲好不好 OK 因為文倩小姐 真的對社會 對人文貢獻很大 所以各位留言 我也不會記過去 所以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請坐請坐 好 謝謝文倩 來 我們剛上台之前 我們慢生活 當然我請回之 回之是一個非常好的演講者 我就不再 一代一代的導引他 但是我想請他幫我做一件事 他正在教我一種很特別的呼吸法 就是你在原來的周圍上怎麼呼吸 那我希望不是我一個人獨享 所以剛好有人說時間快到了 剛好林家綺董事長在跟我搶廁所 於是我就讓這個學習告一段落 把它要分享給大家 我們先從讓每個人在座的人 學習一個如何讓你生活裡頭 立刻的靜下來 慢下來 然後我們開始聽 學會指老師的演講 好 這樣 我先做一點說明 在場很多年輕的朋友 因為我小孩年紀 我兩個小孩都大學畢業了 所以各位如果看到待會兒 教這個呼吸的方法 各位可以想像一個慈祥的歐巴 或者是大叔 在教各位 但是我也是帶著 除了剛剛要跟文倩分享以外 其實帶著可能是醫生都很可以 變成一個領頓的 一種休息的狀態的一個學習 因為家綺董事長也都不持法國三 跟法國三很親近 然後其實這個教法是我 主要是以法國三為核心的 因為以前比方說 也會到別的地方去打坐 但是我想用兩分鐘跟各位講原由 為什麼 我其實是一個bipolar bipolar就是造愈之心的人 我很小就知道我速度很快 我讀書的速度也很快 我可以很快的做完很多事 然後我接下來就會進入生命的 某一種陰鬱的溺水狀態 然後它其實有一點像是 這一生我學習到很幸運的地方 當然跟佛法有關 因為佛陀有說過一句話 琴弦太緊了就會斷掉 琴弦太鬆了就發不出聲音 然後只有琴弦跳得剛剛好的時候 才會發出美妙的聲音 我們的一生也是如此 我們的身體我們的心也是如此 所以我有時候就會跟有緣的朋友講 其實在台中大理有一個菩薩寺 菩薩寺那裡門口你一進去 就會看到一個禪宗的話 叫做照顧腳下 為什麼叫照顧腳下 各位那麼年輕 你可能在談戀愛 上個禮拜可能你拋棄了人 或被別人拋棄 你可能你的奶奶生病了 你會覺得很憂心 不管你有多年輕 其實我們在人世間都會遇到很多 擾動我們情緒的 跟我們心情的東西 那呼吸其實從最根本來說 就是我們生命的象徵 也是一切的開始 那其實也是如果講比較佛教的話 就是比較像是空性那種理解自己 原來可以空空無煩惱的一種狀態 所以我待會就跟大家概說 大家也體會一下 我們就從那個呼吸開始好不好 首先請大家就在你的座位做非常舒服 做得很舒服 但是就是還是要挺的 能夠靠背就靠一下 身體不要硬撐 也不要也不要撐起來以後 僵硬頭動一動 肩膀放鬆 請肩膀平齊平 然後身體動腳也放到很完美的地方 後椎 頸椎都是最沒有壓力的時候 然後略收下顎 就有一點像下顎 這樣把它收起來 然後你可以平視前方 然後你想像你的身體是一個 提絲傀儡 你很放鬆的 好像拉著你就可以很自在的晃動 可是你不是完全一攤爛魚 你是一個有介於收跟軟之間的 一個很舒服的狀態 好 那接下來就是呼吸 我們都把呼吸想得太理所當然 因為呼吸其實 如果認得一個人活著 一呼一吸就是生命 如果沒有呼吸就沒有生命 所以我們其實很少時候會好好呼吸 請各位慢慢的吸 因為有各種教法 我們就不要教什麼丹田啊什麼的 慢慢的 你想像你的吸氣 可以最長 慢 柔 緩 很深 吸一口氣看看你最慢 最不做做的狀態下 你可以多久的吸一口氣 沒有念頭 如果有念頭浮現了 也就看著念頭浮過 不要再去追那個念頭 好 吸到氣通常我們會 好像覺得肚子很多氣 前面我們前幾下要有一點有所謂這樣 然後慢慢的吐氣 你們在吐氣每個人的頻率不一樣 不要急也不要想說我要硬是弄很久 然後吐氣的時候 法古山的教法會教屬席 或者是念佛或觀音的聖號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 因為從佛法得到很多利益的人 所以我自己就會念 默念南無觀世音菩薩 那因為這有宗教我也不會請各位一定要這樣 你也可以吐氣的時候慢慢默念 比如說你數到一二三四五六 然後你剛好就是或者到七或者到十 然後你慢慢的再吸下一次的氣 細長柔緩慢均勻 你想像你的一開始可以像你的呼吸 那麼的美那麼的有力量 然後就把念頭丟掉 如果我們待會就來這樣子一兩分鐘 然後各位慢慢就會體會你 下次如果遇到煩躁恐懼驚嚇的時候 你的靈魂就住在這個身體裡 你就讓你自己的呼吸去調柔 讓那種焦躁恐懼或憤怒可以得到止血 然後你就可以好好的回到一個修補跟好的狀態 吸慢慢的吸不用特別算數字或什麼 吸到自然而然的時候 把那口氣呼出來 我是就會默念南無觀世音菩薩 然後或者鼠息 那我們現在就來呼吸一下下 然後各位如果願意以後就去找到時間 去處理自己的呼吸 它會對你的心情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心是整個身心的主宰 那我們現在來呼吸一會兒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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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故乃 來吧 來吧 好 來吧 來吧 快點 決定 是 好 各位以后 这一生你们都会带着你的呼吸前进 然后成就很多事 做很多你的梦想 然后做很多你的期望 那其实我们最常会忘记的 是因为我们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那有一部佛经很有名叫金刚经 金刚经的开头 其实释迦摩尼佛就是肚子饿了 他就着衣食拨进舍位大城去起食 然后得到了食物 回到团治本处把饭吃完 然后收衣拨 洗足以洗自己的脚 然后把它做好 我们这一生最多的苦恼 其实我到快五十岁终于明白 都是担忧过去的东西太多 但是我觉得是我这一生非常受用 也改变很多的地方 今天就从这里做一个小小的开始 一呼一吸之间 其实我们的生命又是完全的空静 可是在这空静里 我们有长长的一生可以创造很多的东西 然后其实今天来要讲一个网路时代的慢生活 刚刚文倩在讲他的账号开始登记 我收到他交友邀请的时候 我以为是被害的 因为他除了文倩世界周报 之前并没有这个 可是我看他照片是他没有错 然后我就是接受邀请以后 我就传了一个讯息 他也不用私讯 所以我曾经以为那就是诈骗 因为也没有人看私讯 这点书的私讯 然后你们生长的时代 跟我跟文倩的时代 是差别很多的 我们是度过一个从纸本到图书馆的时代 先从我的工作开始讲起 我以前都是一个编辑出版人 十年前创立了一家公司叫有路文化 我以前在中石晚报副刊作编辑 在自由时报的副刊作主编 在联合报系的联合文学 做杂志跟出版社的总编辑 我们以前那个时代是 每一年最怕诺贝尔文学奖公布 给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时候 你要证明你是一个重要的刊物的编辑 你要有能力第二天做出一块板 Shamis Taney得奖的 或者是Simboska得奖的 你一定要有能力去找到学者 找到教授 找到资源 把它弄出一块板面或一个东西 告诉别人说你看我的文化连结 有个能力可以邀到研究的专家来洗 这个活从我二十多岁做一个编辑或出版人开始 就一直在做这样的事 但是直到到有一天发现时代变了 有一年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你们一定如果喜欢一个绘本作家叫基米 那个向左走向右走开头那个诗 那个Certainty is beautiful Uncertainty is more beautiful still 他在讲那个一见钟情 那个前面那首诗的波兰的诗人Simboska Simboska的时候 那时候网路已经很发达了 我都记得那一年在做诺贝尔奖公布以后 你根本不像以前要打个电话 请学者到图书馆把哪一些外电预测 可能得奖的作者的书要keep下来 最好别人见不到 有时候还会叫那个学者先偷写一些稿子 压保一下他可能会得奖 因为Simboska已经早就不伸张各种语文的翻译 所以英文的网站他所有的诗都被翻译很多论述 然后网站这个东西就突然间 他变成不是一个你怎么取得资讯 而是变成这个资讯你怎么知道有哪一些是核心 必须被整理 然后这一点也特地的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其实是一个电脑跟文献一样很弱智的人 我的弱智到什么程度 我到现在都不会积附加胆 每一次我公司的同事只要 我到现在也不会用APP买高铁票 用了一个软体要什么机票给我以后 我都觉得非常的艰难 然后不只是这个 我还有更严重的状况是因为 每一次电脑按键只要按到什么以后 他叫我说什么按F1 F2 我都觉得很恐怖 就会觉得那个电脑会爆炸 类似有这样的恐惧 现在用iPad这几年根本电脑都没有再开过 那我为什么各位想为什么会有电脑 我的电脑是受到很大的羞辱开始用的 我在联合文学做总编题的时候 为了跟白仙勇先生联络 我都写传证给他 各位知道传证就是写在一张纸上 然后Fax过去 然后白老师可能若干天后看到了 就会写一个回应的信 然后再Fax回来 但是因为那时候报社 规定每个人都要个email address 所以我有一个僵尸email address 可是我那时候的秘书有 久久会帮我看一下 结果有一次就传真 传给了白仙勇老师 好像两天后他回了email 他开始用电脑 我非常的震撼 我觉得我这个世界上无用的之人 白仙勇先生都用email回我了 我还在写传证 那我另外还有一个挫败 一个挫败也跟蒋勋老师有关 因为他很早就会传简讯 然后以前有工作联系或什么 就会接到他的简讯 比方说我正在往克里特岛的船上 满天都是星光 然后他传那个简讯 你就很想回他 可是我都不会回 不会回 各位知道现在是smartphone 直接就可以转换 手写或什么 那个时代不同的牌子的手机 有不同输入法 我记得我哀求我小儿子 请他教我Motorola Motorola的蝴蝶机 还写了一个笔记本 然后可是因为太慢了 我最后每一次都是这样 就找一个人说 你帮我回蒋勋老师 他的行动电话是0937 多少多少多少 然后别人就帮我回完以后说 这是徐梅芝请我帮我写的简讯 然后我到有一天觉得这是一个羞辱 然后我就下定决心 所以我第一次回简讯是回给江老师 我打了两行的字 我大概输入了两个小时 然后我就是那种对案件 只要任何案件我都会很恐惧的那种人 那这种人为什么可以活呢 活到今天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到有一天时代有很大的变化了 我在做出版页 然后发现那个报表里面 有一个项目伯克海网路书店 越占的比例越高了 而我一辈子从来都不知道 那个除了同事开给我看 天洁网站以后 然后我从来不知道怎么进去 然后我就下定决心 我想要来上网 我就是这样开始 好 这样开始的原因是 刚刚像文芊这个写的东西 就是在说慢的生活或慢的美学 因为慢的生活或慢的美学 这一生最常跟我讲的人就是江老师 江老师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 《悔之慢一点不要紧》 因为我们永远一群人见面的时候 就是哇 很快速这样子这样子 像祈典大圣 因为我是射手座 江老师是摩羯 摩羯对射手就好像 那个如来佛对那个孙悟空一样 所以我就有很长的时间 就是要花时间来处理那种自己的躁动 可是当慢慢的慢慢的写作 也让我重新辨识世界 所以我待会会放一些作品 讲一下人生 讲一下创作 我怎么透过学习卖 那这个PPT那个佳琪董事长跟那个 蒋根两个有看过前半段 我后半段是新的 那我就开始来用一些图片讲 创作讲人生 讲在这个网络时代的买 麻烦 各位看到这是挂在我家的一个画线板 是蒋轩老师写给我的 2004年的初春 然后为什么要写书法 或者各位有在亚大可能在学媒体传播 有一天你可能做了一个动画 你这个动画要有一种时间差跟感觉 要让别人吸引 你凭什么去决定那个时间感的快慢 你的人生几岁的时候你想要变得更成熟 决定做一件事或者你要 你要再慢慢的学习 酝酿一个状况 让你的人生有一个航向 其实2003年的冬天是我 蛮有焦虑的一个状态 就我人生觉得很老子 一切都很糟糕的时候 然后到那个冬天 其实我是靠着超金来度过的 所以人生永远有一种不可测的欲外 会超乎你的想像 我一直都爱超金是因为想给别人祝福 有些时候朋友生日了 我另一罐酒嘛 他家酒贵的酒比我还好 我可能送了一个咖啡豆 我可能请吃了一个餐厅 可是我就很想慢慢的超一个薪金 给他祝福 所以我可能就超了一个彻夜 一个化现板 然后可能我心灵很痛苦的时候 我不晓得该怎么办 那个2003年的冬天 我就超了法华金的很多部分 2004年的冬天 初春来的时候 蒋老师跑到我当总编 请了联合文学的办公室 留了这个他先版给我 然后他给我一个拥抱 他就去景广录音了 然后这个作品 其实当然蒋老师 现在做一个艺术家非常有名 可是对我来说 他不是他是一个有名的艺术家 他是我在人间有人这么慎重的告诉我说 佛说如此之道肉身艰难 因为我们的肉身会生病 会痛苦 会损伤 所以我们常常会suffer 可是这个肉身里面的心呢 我记得圣言法师说过一句话 因为他晚年都在洗肾 那别人就会问他说 师父 师父 你会不会痛苦 他说我的身体会痛 但是我的心不苦 其实我后来如果比较认真 有人生的一些功课或学习 也是在学习 能够把痛苦的东西 能够客观化跟抽谷 去看自己 那个当然 今天不是要跟各位做佛学分享课 还是做一点小分享 可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其实挂在我家里 他已经不是一个作品 他跟所有的创作 都有一个最核心的目的 他包容安慰了一个需要他的人 就像我们看灭鲁达的电影油彩 诗属于需要他的人 并不属于写诗的人 下一个 我待会就用笔的好 这是我的狗 叫许妮欧 这是一个胶材画家 驻台中的胶材画家画的狗 挂在我家 刚刚跟各位讲说 人生为什么有各式各样的缘分 卖这是用露胶 用各种矿物颜料 一笔一画画出来的 因为我很难过的那个冬天 觉得很艰好的那个冬天 其实我的狗陪我的 我的狗叫尼欧 就是骇客任务里面的 基努李伟的名字 然后尼欧其实是一个 一只很好动的狗 可是他那个冬天 因为他要散步 他就硬是把我拖去 要去晒太阳 然后我也因为一只很难 很调皮会捣蛋的狗 让我的人生又变得不一样 你才会知道 原来有时候你觉得 对你不好的 你以为你讨厌的东西 在某一个时刻是你的养分 是你的救星像这只狗 所以我们人生 其实最大的痛苦 其实是分别 我只要这个 我不要这个 我要都很顺利 我不要不顺利 我要别人都尊敬我 我不要有别人侵犯我 我们要分别以后 就会只爱爱的那个部分 所以年轻的各位朋友 你们以后一生的学习 还有一个功课 就是你会看到那种 不分别的时候 去接受每一个发生的状态 对你的养分 或者对你的启发 那尼欧也是一只 很爱调皮的狗 可是在那个冬天 他就变成让我出去晒太阳的 而且其实不止这个 你们家里有养宠物的请举手 猫或狗的 哇 真的很多 猫或狗 其实你跟他觉得是陪伴 对不对 那这个陪伴其实他不只是 他有一个很深刻的东西 其实有点像 像文倩也很爱养狗 他有很多只狗 都有很深的陪伴 他其实每次写他的狗 都很情深义重 那为什么 因为他很像小王子 那本书里说的 其实宠物跟你的关系 是不需要话的 人类的话语 是有时候是很多伤害跟损伤的 宠物是信任是陪伴 其实这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学习吧 我们有时候讲的很多话 很多人讲的很漂亮 可是他真的可能都还不如 一只狗狗对你的陪伴 所以语言这件事情 我们在人间会使用很多 可是宠物刚刚我们建立的 某一种亲近的关系 是让我们去了解陪伴 其实或者人生的互相的 support 是潮出语言的 这是在我家的一景 在我家的一景里面 这个是左上角 是一个台敬隆先生的书法 我很喜欢的一件作品 底下是一个脱波的佛 从东南半岛带回来的 从那个上座部的佛教传承 我从那个辽国带回来的 然后一个黄氧母的观音 各位有没有看到 那个佛像是空的 那个空波 刚刚在讲金刚经的开头 那种脱波去化缘去要食物的时候 佛经上有说一段话 有些时候没有人给你食物 因为专门修行的人 是不需要自己做食物的 他们等别化缘食物 来喂饱自己的肉身 可是把佛法给别人 给别人安慰 鼓励跟解脱 然后他就说 有时候空波了 你就要去想其他的众生 其心清净 空无满满 然后有时候食物化缘 满满是满波 就当愿众生聚足成满 一切善法 这也是我跟各位年轻的朋友 要分享的不分别 我们有时候会生病 我们有时候会挫折 有时候会沮丧 有时候想空波 有时候叫满波 但是你其实都是可以 用过心念去思议 让他不一样 这是蒋老师 前几年 即兴心肌梗塞后 重新又办了一次画展 在古工馆画展的一件 那个展览就叫春分 这是那时候他写的一件作品 各位看到 今日春分一夜雨生 晨起诵经 西光中鸟鸟鸟出奇 唯一雨点滴 未悔之济世 然后右边的章是梦中繁华 我现在就是上过你的课的那个 那个课的 顺服深刻的 然后我为什么要跟各位 这件作品要讲什么故事 其实我们的生命 任何创作的人 都是找到有感悟的 那一刻的时光 把它呈现出来 它可能是一种情谊 我们看南朝的手帖里面 别人生病了 我要送一个药给你 我好多年前接到你的面 那时候没有LINE 也没有脸书的私讯 你要为了一个传递 也没有电话 你要费很长的时间 要很慢才会到达 可是慢在这个时代 很大的变换的时候 它可能也是一个恒久的价值 是因为你可以告诉别人 人性里或者是人生命里 恒久的一些指数 那些指数是什么 唯一于点滴是什么 为什么要为别人祭祀 这难道不就是一切创作的动力吗 我们一切创作 或者我们在人间创造的动力 不过是要把自己心念感受到的 一个最美或最好的方式 呈现给别人吗 一栋建筑也是如此 一个公园的设计也是如此 一件一篇文章 一件书法也是如此 所以 它也提醒我们 对生命的某一些敏感吧 我们生命有些时候春分 因为台湾不像日本 春夏秋冬四季都很清楚 那你是不是会感受到 这个节气的不同的 其实生命你越敏感越明亮 你的这一生就会更快乐跟创造更多 我很喜欢这一件作品 它就像一个人跟你say hello 写了一封信 所以它就挂在我的办公室里 这个是我前年出我的诗集的时候得到的礼物 贾老师写了一个杜甫的诗句 讲听 那个文倩那么爱文学最知道 这个就安史之乱之后 大家都觉得杜甫很衰 对不对 安史之乱整个唐代一团混乱 它到处奔波 然后算是逃难吧 可是有一天到了一个江边的亭子 发现晚春的时候 天地间的草木都长满了 也许花都开了 他写了两个句子 叫集集春江晚 心心勿自私 为什么心心勿自私 你以为神所主宰的 政治跟环境变得这么坏 可是其实万物还是用它的方式 自己爱自己自私的生长 我觉得蒋老师写这个给我是 要提醒我说 一生忙乱慌乱的徐悔之旅 其实你也要爱自己多一点 而且你要能够知道 你人生里会遇到了很多状况 他为什么可以堪忍 可以继续前进 是因为还有一个更大的时间跟空间 我们人是其中的一员 你越不跟他对抗 你越融入其中 其实你也越知道那种 不被时间推改的慢自由跟自在 因为道家一直在讲 独于天地精神往来 这种我觉得约列如此 各位现在在休息功课 在想自己的专业 有一天你做一个行业 做到一个滋味很好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好像是 看着春天的万物在生长 而那是不久之后 在场的年轻朋友也会体会到的 这个是一些细部的东西 然后上次跟佳琪董事长 他们有一个组织 一个团体的演讲 我有讲到这一个 这就是创作的学习的一种印证 蒋老师其实文章写文章写诗写小说写散文 画画写书法 他以前的作品大概从 乙英碑那里的练习 然后可能他很喜欢红衣法师 他比较早的书法可能也很红衣法师的提示 而这几年他真的在池上大波池祝春 对我来说我刚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大波池冬天的河梗被排在那个上面 对我来说很像日本我很喜欢的 梁宽禅诗的书法 他已经缩减到我就是很自在的这样笔画 铺牌的字 那其实我们这一生里面的学习 不是只有知识 我们这一生的学习 其实是时间跟空间 这个作品也让我想到 差不多看过从蒋老师年轻的作品 只看到现在七十岁左右 七十过了的蒋军的成熟 其实生命就是不断的跟这个世界对话 那这也是蒋老师从慢滋味 在池上住村画画写作 那里得到的一种生命情境 这是我家我收藏的一个艺术家的作品 他叫《连剑星》 他是以前成品画廊的签约艺术家 那我很喜欢这一件作品 这一件作品其实很像每个人的心灵 他这一件作品叫《发现亚特兰提斯》 一个沉默的亚特兰提斯 一只鲸鱼 那个沉默的城市 现在又灯火通明 一个潜水夫 然后各位会看到一些鱼 海豚 他其实很像我们这一生精神的状态 我们的精神都很多一个构想 都是超乎现实以外 他最棒的就是失忆的时刻的完成 为什么安藤宗雄淡路的教堂 要找出一个十字架引那个光 或者为什么我们有些时候 有些房子的设计 我们要加了格杂 而且是活动的 要让早晨的光进来 我们看到了所谓房子以外 或者我们看到一件艺术品以外 其实我都还想的是 他最失忆的那一刻是什么 失忆的那一刻 通常我们有个很简单的话说 好美 好美是一种状态 这是第一层的 第二层的说 它有一种很深刻的东西 鼓舞了你或启发了你 那个就是失忆的空间 好那这件作品 我一直也都是挂在家里的床 的墙上不是床上 我刚刚差点听到众生讲了 然后其实很像 好像是我收藏的一件画 它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 我对我做的行业的某一种状态的服务 这是挂在我办公室的一件作品 这件作品是台静龙先生的书法 然后我不敢说我是一个收藏家 我很爱艺术 或者我跟很多人一样很暧昧 但是这件作品虽然是我所有 其实不是我所有 那是一个台先生以前的学生 然后他就一直告诉我说 学生我要把我年纪大了 我要把我所有手上台先生的作品 都捐给某某单位 然后我想留一件给你好了 然后我就跟这位长辈说 我说我不要我自己已经有一些了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我知道他的心意 但是人究竟拥有的东西是什么 一件作品值多少钱的作品 或一件一个艺术要写的最好的作品 我觉得超越这个所谓价值以外 有一个美的东西 然后有一年我公司楼上的子藤开花了 这个长辈就用一个 说要来看子藤跟我喝茶的借口 带了这件作品来给我 那我就去找金鱼山坊的一个很会表辈的人 他表了一个酸枝框 我就挂在公司 那我就跟这位长辈讲说 我老的时候 因为这件我的心情并不是我所有 我会想把他捐给一个公家的单位 让他变成别人所有 这是一个念头吧 然后我也告诉他说 我会把他挂在办公室 因为我很喜欢台先生的书吧 我也会希望每一个来这里 我公司的朋友看到了 都会觉得欣赏到一种美 因为美只有被看见的时候 他才会发出光 但是他普通眼都一样在那里 就像我们看到夕阳 他本来也在那里 可是看到美是因为有人跟他对话 这是那件作品的结尾 各位看到就是这是拍照的一些局部 那你每个人这一生都会去创作的人 都会去想像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 有一天可能你做一个建筑师 你会想设计怎么样的房子 留下你的心灵指纹 你可能是一个做动画很厉害的人 你可能有一个色调是你这一生最想完成的 那台静龙为什么成为台静龙 他其实就是把人生其他的痛苦做得转换 各位如果知道在1949年 国民政府跑来台湾之前 其实很长期大陆都有 包括中国共产党一些或者左派思想 其实台静龙先生最长是一个左派前名 他跟陈独秀他们都很好写信 所以他曾经在大陆的时候被国民党关过三次 第三次关了半年 关了半年以后他就想着 他曾经是一个非常左派反 非常抗议的一个作家 可是他决定先跑来台湾 因为想做离国民党远一点 没有想到1949以后国民党整个就来了 然后他一生以前是一个愤亲 用这个时代的讲就是愤亲 不合时宜的愤亲 或者政治上选择立场 思想上选择立场痛苦的人 可是你看他一生做什么 他就开始写毛笔子 因为他不能再张提实事啊 会再被关了 他就开始一直写书法 到认识张大千的时候 张大千送了他泥原路的一卷真迹 然后他又从磨崖石门 送到班国的水汽里去融合 就变成他自己的一个书题 各位看到他那种精神 抖擞勾起来 有些像银钩铁画 有一些像延绵像烟云的东西 他不是只是字 那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 那个追求是他被折磨被痛苦了 可是他找到艺术或文学或美 给他一个安慰 他成为一个创作者 他忘记了那些东西 而把那个冤错的痛苦的东西 变成甜美 各位想像你们课本里 一定都读过苏东坡几首词 或知道他的故事 他不是一直被贬观的人吗 所以你以为人生很不幸运 很不幸运的时候 其实生命还会开启一个东西 让你不一样 那我觉得台前就是一个最典型的 一个艺术家 一个我觉得生命是很公平的 生命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全部 但是你一定会在 你每一个境遇里 你为他对话 你为他找出一个位置 你的生命一定是 可以有完成的地方 我每次看他的纸 别人都说他沉与敬拔 因为他内心很痛苦 其实他可能是一个愤青 可是必在那里写字 就跟东坡一样 东坡如果在炒作大观 他一定是写那种小小的书题 给皇上写奏者 他也不会留下那一种 像韩石田 还有很多很多的作品 那样子感动人 所以世间 这里得到一点 那里失去一点 那个总量的东西 都是一个人很诚意的活 就可以 可能可以得到很换来 好 这是我办公室的另外画的一件作品 这件作品 其实底下的画作是台大中文系的 林文岳教授的画作 他1950年代的世女画 然后上面有台金龙先生提的秋灯阅读 然后一个是我非常 我的作者 我非常尊敬的作家 然后一个是我最喜欢的书画家 所以我就自己写了一个题记 然后上面那一张纸 就是我自己用纸写了一个题记 说这个作品修复好了 我非常高兴的把它装持起来 他有些时候 我们看一栋建筑 看一个森林 看一个花园 看一个公园 看一首诗 都是那样 都是有一个默然 他会照亮我们 服务我们的时刻 那这件作品也是如此 好 这个是另外一个 我收藏的日本 日本圣母天皇时候 那个超的般若经 然后是一件作品 下一个 这是作品的内部 各位看到同样就像 很多东西是时间的艺术 在这个大量复制的时代 也许只有独一无二的东西 就是可能这个时代 人家也会渴望跟需要的 各位看到 就像表辈 有一个东西在画心 在什么 可是一个设计的人 都会前变广化的变出不同 他用了日本的 用了印度的沙里 用了一些江湖池奇风格的圈 去做一个表辈 如果今天一个表辈师傅 拿到这个作品 他会做成什么呢 这才是生命最可贵的地方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出不一样 每一个表辈师傅都会做出不一样的表辈 可是每一个生命 也都可以做出自己不一样的色彩 那关于这件作品 其实它是京都一个很有名的表辈店 叫好和堂 春山秀吉先生的装饰 这是今年北美馆展览的时候 我借展的于鹏 回顾大展的时候的一件作品 然后有些时候 这是我的一个收藏 那时候我刚创业 刚创有路文化 连税都缴不出来 然后看了这件作品很喜欢 我就跟于鹏说 请他脉搏 但是因为那时候实在太贫穷了 所以我花了半年分期付款 就是抠个小孩的生活费 去奖这个贷款 我想说的这个故事是 它是一件作品 我也不是什么大收藏家或收藏家 我有时候会在想 为什么每次都要过到 饭都没得吃要去买作品呢 可能是因为美太动人了吧 那美它就是一个精神上的召喚 这些作品叫桃花园 它其实讲的是一种很像 伊甸园般的诱惑 可是又有一种像 像山海经的神秘那些色雕 那些野兽那些花草 它有一个内心的精神世界 它可能更重要的 在一个鱼棚做一个画家 做一个文佑 他已经过世好几年了 我以前很爱跟他喝酒 因为喝酒的时候 他是个非常迷人的人 讲原世家 然后讲纸的知识 讲笔墨 人生的圆会 其实有很多东西 最棒的书是《诊》 绝对不是书 因为《诊》是有血有肉 有呼吸有滋相 经历过了很多 我说我其实编书编了这么多年 我到现在可能最会觉得 最棒的书是《人》 应该不是书吧 就好像我们在读经 或者是什么 跟有时候我们见到一个法师 那个法师 瞬间给我们一个提点或什么 它其实都是一个很深刻的 因为那是 我们用一个话来讲 叫做以心应性 年轻的各位朋友到有一天 你可能是一个各行各业的专业者 你有一天会觉得最棒的地方 就是那一种 我们讲说社会上你认识的 好朋友跟善知识 它可能在一个点上 就有一个想法 会让你触类旁通 这是鱼棚的另外一件作品 这件作品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全开的湖周旋 然后各位看到那么快意志 自意自在的笔墨 还有创作永远都是反常河道 各位看到那么小的鸟 那么大的童子 然后右边那些书法 鱼棚称为行动书法 四字非字四话非话 然后看到一个时尚的一棵植物 那是我第一天认识它的时候 我们就在吃饭喝酒 喝到晚上那个宴席已经结束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公司有酒 就跑到我公司继续喝 喝完以后鱼棚大哥说 那我要画一件作品送你 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件作品 就是如果世间到最后我们 我们刚刚在讲呼吸开头的时候 我们这一生最棒的完成 是因为我们在某一个时刻 跟别人有互放的光亮 创作的人也是如此 或者你做的行业也是如此 底下有一些作品是一个自己的创作 有几件是甲企董事长里面之前看过 但是我看了一些新的 这是一件在佛光山今年展览的作品 叫《孤丰景上》 各位看到我就用墨做了想个山的东西 其实这个是我觉得人生的某一个状态 其实人生最快乐的时刻 你有很爱的人 你跟他说他也是无法体会的 你有很深的痛苦 其实你跟他说你可以分享 他也是不能全然体会的 佛法在说的东西 人都是孤独的生命 也会孤独的死 你以为有很多朋友 其实你是独来独往的 可是这种孤独的东西 其实是我们生命的某一种力量 我们所有的创作 所有的思考 绝对不会是跟人家在打屁哈拉的时候的版材 可能你交谈或者阅读或者思考以后 你在一人的状况下 你的心生想出来的 然后对话 然后你跟你自己的对话 有点像叶齿的诗句叫做 一个自我跟灵魂的对话 A Dialogue Between Self and Soul 我很喜欢叶齿的这首诗的名字 其实生命的想法完成 你都是要面对你自己的心 跟你的知识能力 你的才能 然后最后他都是孤独的 这件作品在做的写的就是 就算那孤独的风景上 也有一个明月可以照亮你 因为刚刚文倩在讲 网红时代的很慢 其实我可能真的 不是决然的不理解我网路时代 然后我有一家公司 我的同事们也都做得很好 我就跟文倩 刚刚在聊天的时候开玩笑 因为我胸无大志 因为我公司也没有成长目标 反正我知道每一年要能够活下来 我要男子 然后各位会说啊你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好范例 可是那就是我想要的人生 然后我也很想 很喜欢旅行 很喜欢 很喜欢让我慢慢读书 慢慢听一张棋笔 慢慢听一张武器 那我为了我的人生 这些想要的东西 那我一定要去维持那个状态跟心境 所以我常常开玩笑 我现在越来越像孤单孤僻的老人 我都可以在我的工作室来很久 就是看着那些墨跟子 有些时候很像禅师 要在那边对那个子 在做自己的想象 下一张 这在写生命 其实是佛法最核心的观念 佛法在说 我们都常常想 我的人生如果可以怎么样 我过去一定不要做什么事 就不会怎么样 那我们都花很多时间 刚刚在讲呼吸 我们都在奥违过去做了什么 可是佛法在说 狂心烧歇 狂乱的心一停止歇起谱 你一停止的时候 你清静的智慧 那种超出世俗喜乐的喜乐 就会浮现 这是真的 这也是佛法的观念 可是我很想做一件作品 就是来表达什么叫做 叫做这样 所以我写乌云散去 乐本来在哪里 好 然后乌云散去的时候 就弹箭已乐出 这个是写我很喜欢的一个禅师 叫永宁岩寿禅师的句子 创作很好玩 这个就是 我觉得黑加金是一个 非常有魅力的颜色 所以用墨加了泥金 就好像展屋里面 你也可以 我们讲所谓出屋里的 长出来的莲花吧 这样的一个象征 这是一件作品 那这件作品 其实用象征的在讲 孤独的犀牛 就在旷野里走的时候 他其实 他有他很自在的快乐 这个是我大概对孤独的 某一种想像吧 以前年轻的时候很喜欢旅行 可是我很喜欢一人旅 我就是很怕跟别人一起旅行 因为我就可能 小孩子的时候第一次到华里 我就连续三天去罗丹美术馆 因为我从小就是罗丹空 然后我就想在罗丹美术馆 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然后我想应该任何跟我一起旅行的人 都会啼笑吧 然后比方看了蒋老师的 那个舍得舍不得那一篇 清白的吴梦寺 我也到了吴梦寺 可是我住在那里 我的整个旅程 当然美食也是很重要 我就每天睡醒就去绕塔 傍晚又去绕塔 如果因为女伴的话 大概别人也会觉得 我干嘛跟你来旅行 但是孤独这个东西 我小时候是在桃园的乡下长大的 这是一个海边的贫穷的农村 土地也长不出什么很好的稻子 所以很常会种花生因为有沙子 我都记得我带着家里 家族你不知道谁的一本封神演绎 因为花生安久会去吃花生 因为种下去的花生要早出来 所以你要在时间要去看顾 避免安久去吃 然后我就读着封神演绎 完全都忘了要回家吃晚饭 时间的感受是什么 其实这一生我们有个生命里 可能有人人寿长达一百 可能有人生下来就夭折 可是最珍贵的不能储存的 不能往复的就是时间 可是时间的感受 其实也是心的感受 你很爱读一本书的时候 你根本就会忘了时间 我记得我曾经有两次邀 199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Darrett Walker先生 在台湾办活动 Darrett是在加勒比海的圣路西亚的 一个用英语写的诗人 原来已经是英国殖民地 然后他曾经讲 他跟我讲说 他小时候在他的家乡 St. Lucia 他有一天待着康拉德的小说 早上到了那里 他读完小说精醒的时候 已经是满天性广 所以时间的感受 其实是我们在生命里面 专注的一种象征 你很专注的时候 你根本时间就不知不觉过 然后你很痛苦 你觉得折磨的时候 度日如年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时间 这种感受的东西 是提醒我们时间的珍贵 这是一个东西 在写我现在的人生态度 刚刚跟各位讲那个呼吸 那并不是法骨三的教法 那是我自己从那个 自己开发出来一个简易的方式 来调柔自己的呼吸 因为呼吸调柔 就会变得比较缓慢 有时候别人问我说 那你为什么要超精 为什么要创作 各位你知道 磨磨的时候 你是要慢慢呼吸的 你绝对不能变磨磨 好像一个有动机一直在转 你写每一个字的时候 你是要全神贯注的 把它写下去的 可能到最后 我本来做一个速度很快的人 因为写字超精这件事情 又让我必须要慢 因为慢这件事情 让我重新可以 看到我自己的身心的反应 跟看到我做一个人的尊贵 我觉得人最痛苦的是 不知道自己很珍贵 很可爱 很重要 或者是说很有用 或者是很什么 因为人生很多发生的事 我们的一生都会让我们 很负面表辈自己的人生 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 这些慢的过程的学习 都是让我重新去想 生命 身心跟自我的意义 这是用废弃的绿毯写字 有点像庄子说的 无诱之诱 它本来就是一种木头 应该已经快要废弃被丢掉了 但是我就把它做成了 做成了一个纸 把它磨片在上面 写我自己的诗句 其实万物生出来的东西都很美 这本来是废材 但是上面其实都有不同的纹路 不同的故事 这个是被宠注掉的一块废材 我就写了自己的一首诗 在写 你眼角的泪珠聚已成双 花香燃燃一群长了翅膀的鹿 再奔跑 不 再飞翔 你的双眼长纳了 大天地所有的光 你是光之中燃燃花香 你在写生命的一种喜悦吧 好 各位看到这个是 两个眼睛像不像青蛙的双眼 你说是枯山水 我却看见一只青蛙露出双眼 世界有起去 莫要任凭心井干枯了 就是万物给我们的启示 不只是一个纹路而已 真是不好意思 这个上次佳琪董事长 你们有看过 后面就是新的东西了 这个是我第一次个展的时候 华丹大学的董事长物观法师 他是刘日研究天台中的 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天台中 各位会看到右边是我一件作品 他其实就是一根棚墨 然后会创作这件事情 让我这一生觉得自己 有一个财分 有一个gift 他让我非常的快乐 这种快乐不是 好像你得到什么东西的快乐 他比较像是一个 你生命的能量可以创造的快乐 我相信每一个行业的人 都是因为有类似创造的感受 让你觉得喜悦可以一直做下去 这是法古山的上一任的 方丈和尚果冬法师 到我第一次个展开幕致辞 好 这是我的涂鸦照片 这是我在初世纪的时候 涂鸦的照片 我的同事拍了一个 拿着香烟的我 好 这个诗帮台北市立教响乐团写台北市音乐祭的开头 因为他们 其实我这个左边是我的字 右边是张大千四十年前写的 我这个字其实不是我很常规的字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情 我想跟各位讲 其实因为我用的笔是张大千以前 监制的英国 那个碗毛种的黄牛耳朵里的毛 叫一坛珠毛 他现在都是拍卖会很贵的毛笔 我朋友的父亲 应该是台先生送他 送我朋友的父亲 他父亲已经过世了 他就在他家 他父亲的画室找到了这支笔 一支全新的一坛珠毛 然后所以当台北市立 这是前后任的以前的 叫台北市立教响乐团的团长跟现任 然后当他们希望我写一个这个活动的 视觉的字的时候 我就想 我想要做的东西是一个 我有乐趣的事情 所以我也没有用我习惯的笔 我用我很不习惯的那支笔来写 那因为我觉得我要 谢谢我朋友的心意 因为他知道我在写字 他只知道我在创作 把一支珍贵的笔给我 并不是那支笔在拍卖会值多少钱 他也都不知道那支笔 是拍卖会很昂贵的 因为他拿给我的时候 还要跟他讲 但是我得到的是一个 你知道吗 就像别人说 宝剑正英雄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英雄 可是那种东西 就是我们人在世上很可贵的 一种鼓舞 我们都是靠着鼓舞来的 有时候是要鼓舞自己 有些时候我们被鼓舞 但是更多的时刻 你也可以是鼓舞别人的人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 台北市音乐记的东西 然后就要用张大坚的 生前建制的笔 那其实就是一个心意 可是因为这件事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人生里 为自己做的事情 创造出一些别的bonus 那个bonus是你会快乐的那种鼓舞 好 这个是我最近写字常用的墨 他是以前故宫的副院长江兆生先生 生前做的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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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双菩提树堪写经墨 江兆是一个台湾书画史上 很重要的一个大家 各位看到左边是江老师的子 他就有一天 他就江先生 那个做了这个墨的第二年就过世了 他送了江老师这两定 堪有珍珠的墨 然后这个墨 其实江老师就供在他家的佛前 供了超过二十年 有一天 他就开始拿很多东西到处送人 我就被分到这个东西 我想跟各位讲的是说 我不是只是写字而已 因为这个墨非常的像 我有时候用这个墨抹的时候 再抄筋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我是在花香里度过的 大半天一整天 那如果跟年轻的朋友最想说的是 你应该做一个事情 让你自己的心跟环境有一种快乐 你可能人生做这个行业 做那个行业 我们知道也有哪一所谓 比较成功说 未来的潜力股的行业 但是做一个你一生会快乐的行业 跟你愿意投注所有的心理的行业 可能是最好最快乐的吧 好 就是以前都很不爱拍照 现在年纪大了就很爱拍照 各位这是我在公司 张老师拿过来的时候 我露出那种睁大眼睛欣喜的表情 好 说到慢也是 这个是我很多呈现的形式 写了一本彻页 彻页是中国所谓水墨书画的一个装词的形式 可是我很想把它做得很现代 因为那很有乐趣 做了一些作品以后 我自己会去调一些日本布 日本景 各位看到这很少女的封面吧 就是樱花 其实是很符合传统的装表的方式 但是它很美 因为我就很想装词的封面 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东西 这写我自己的诗句 这是外面的盒子 老区 好 这是里面打开来的彻页像一本书 我有用这个形式写了一些作品 它每一本都是笔一无二的书 然后用日本的铜墨 玫瑰金的铜墨 我做了一个尖 我就叫它叫珊瑚尖 我希望它像树林像珊瑚 像一个表意的方式 它不是只有字 它有美好 下一页 结尾的地 开头的地方 那是上个世纪我还年轻的时候 写了一首诗叫做《老去》 诗里面有写到珊瑚 所以我就用珊瑚照镜 那这些东西的工艺都是很慢的 我裁了纸 我要用墨去做出珊瑚 然后我要把珊瑚排出一个次序 我要想我要写什么 我要慢慢的磨墨 最后要去想 我要去装持 它就是我在这个世界的手工艺 我也说在想它跟我的人生完全一致 因为我做的行业其实是个出版业 它是大量复制的 每个出版人都希望书一直复制最好 因为一直复制就是代表书卖 可是当你不是什么都能大量复制的时候 你最想做什么 你最想做的东西是它有价值 它就像你生命的完成 其实我跟我公司那些年轻的伙伴 我们为什么可以一直做还很开心 是因为我们做每一本书我都觉得 我们像在做一个艺术品 我们想它做得很美 在这个书有定价有现实衡量下 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最美 然后这个动力其实就是 又引我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或者我跟我的那些年轻的伙伴 下雨夜 各位看到那个光吗 其实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反正都是一个细节 反正我们在这个世界 所谓的美 或者你自己想要创造的美 就是一个细节的完成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写的 比较恶心巴拉的诗 我就会写说 实在念出来太人心了 算了 好 那时候叫浪漫 现在年纪大看一下 好 下 对 你看 凡此种种无有便迁 时间静止不动 我却已经老了 我都觉得好吧 这念下去 就 好 好 后面那句很好有什么念 好 我那个那首诗是说 如纯尽未有害人之心 就说你很爱的一个人 就像一个纯尽未有害人之心的女妖 就这样子 就是 这念下去好恶心 好 那个是我少年 可是少年前中年的时候 在想自己的人生 那时候三十多岁 你在想世间见过很多人 你一生有很多美好 有些美好也会消失 所以那首诗里面我也写说 我死后要做 滋养你窗前白玫瑰的肥料 这样是不是太文心了 真的 好 下一页 开头是这样写的 在你的海底城市 七彩的珊瑚 延绵千里之遥 水母放山炫泥的荧光 水族就是海中的生物 沉昏为你合唱 群鲸一群鲸鱼 与四周寻异 就是为你守护 凡此种种 无有变迁 时间静止 如凝动的波光 最美丽的时光是 永远不会流走的 这是最近完成装饰好 我很喜欢东坡的诗 然后东坡写很多诗都跟 佛教有关 或者是跟修行有关 那这个彻夜 最近刚装饰完 各位会看到 一个人想要创作的时候 用的东西 我用墨 我会怎么做呢 这是一些细节 用了一些纸来装纸 那个书 它其实看各位看是一个纸 其实它有很多细节 那细节的变织就是 你对想像一个 慢的手工艺完成的东西 是差异 各位看到有个像荣布感 一个像云文水文 然后我要写东坡的诗 我要用墨去做出 呼应这个诗的 墨 光 道有 一点 有跟无 浓跟淡 情跟重 其实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被忘录 一直在讲说 那个很多艺术的准则里都是一个 我们讲二元的平衡去找到一个指数 有纯有跟留白 我们讲话跟沉默 就像我刚刚讲的 小王子那个故事一样 真正最美的话 绝对不是用话语说出来的 最美的关心跟陪伴 可能是凝视 也可能是拥抱吧 这个墨就这样 想要去做 他的呈现 跟正美首诗的配合 对 人生 来 你把这个讲完 好 好 学生问你几个问题 各位看到这本 我们就把它看完 来往下一页 就是这样 就是有跟无 我这一生 我们可能都 我现在五十多岁了 可能这一生做一个创作的人 创作了一家粉丝 创作了一些书 也可能创作了一些作品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 我在不同的时间感受里 会真的觉得 它是我心智劳动 用慢慢的应对自己的心 可以得来的一点点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 也就是我在这个世间 认真活着 我觉得最美好的信物跟证据 先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 我们先谢谢准备老师 我帮同志问您几个问题 你的工资总共五个 你也不看财报 看喔 会看财报 不然不行 就是我没有 应该这么讲吧 我从来没有订定一个像正常企业说 这个我们明年成长率应该多少 或者找过什么这样的方式 我是用最朴素的方法 想每一季 我们来经营出一个样子 用这种很概略 很初月的方式在前进 最重要的是 对你们很多人来讲 就是出版一个很特别的书 不只是文字的内容 那个书本身看起来 最好是一个艺术品 是 希望每一本 都是带着心意 跟美跟这个作者的特质对话 有这么一天是成品的 年度阅读报告 他每一年都会出一个 年度的阅读报告 好 我就出来上来 那天你好像不在嘛 对不对 你在吗 那天我不在 你不在嘛 对 对 然后我想每一个人都很焦虑 在看台湾书的下滑 网络时代的崛起 然后李明聪就后来说 可是还是在日本 因为跟中国的关系 是大量的出版 可是洛林军在上台的时候 因为我看了内容 我就说 欠上李明聪 因为它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焦虑 洛林军一上来 他今年写了一个明朝 非常好的小说 他今年得了大奖 但是他一上台 他说 我没有像李明聪 那样做那么多跑步 可是因为成品要求我 所以我就弄了几个案 你们就把它当背景 然后他就不管他后面的背景 然后就开始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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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一个非常好的作家 就一直讲话 然后他又谈到说 他出版了书 然后对他来说 那可能是 他一成年 在很多不同的时刻 然后他把他自己的灵魂掏空 他进入卡尔维奴的冬夜 进入什么样的人 一个蜘蛛的状态 完成一本书籍以后 他就很卑微地走进去成品书店 他真的很不想让人家知道 他就是去坐着 他想去看他的书怎么摆出来 然后结果他看旁边 都不是蔡康永的书 都没有他的书 他找了好久 终于在一大落的书的最底下 连他自己找了好久 才找到他的书 那他为了要使他的书 看能不能多 卖几本 那他就把他口袋里的钱拿 逃过来逃过去 三千也不够 那他们家有信用卡的是太太 她的是副卡 他就想说 我也不想跟我太太商量 不想跟她知道 因为他不只觉得对外人而言 他很丢脸 他对他太太也很不好意思 所以呢 他就拿了他太太信用卡的那个副卡 名字叫洛宜君 就去买了几本洛宜君的小说 然后为了促销排行榜 他也不知道买几本才可以冲上洛宜 那书就要被买出来 然后呢 他就很蠢地干了一个事情 就是去柜台 然后就低着头 很丢人 然后买了书 之后 但是赶快拿了书 像一个小偷一样 逃离了书店 没有多久 车子开出去 过了大概半个钟头 他都接了一头电话 他说 我这里是成品书店 请问你是洛宜君先生吗 他说是 他语言这样告诉他说 你的书冲上了排行榜 他说洛宜君先生 你刚才买了一些洛宜君先生写的书籍 你的信用卡发到我们这里没有拿回去 所以洛宜君先生请你拿回你的信用卡 这是他的下场 但他讲到我们全场的人都大小 但是 对他来说 他的人生就是这样很值得的 一直从事他的创作 我想请教徐慧之老师的就是说 你有出版社 可是你不许想说 大院长老师的书版很好 新年大师应该也是 也要特别特爱 有入出版社 因为他们也特别珍惜有入出版社 对于书籍本身 已经是把它当艺术品来看待 但是 你怎样去跟这个世界世俗的东西 做到一种平静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多人想追求的 我们人生到最后一定是一场空 我们终其一生追求的所有的东西 到最后是一场空 唯一可以留下来的 是你在这个生活经验中 你自己感觉到很快乐 那人被那些名啊 利啊 排行榜啊 其实我很坦白讲 我自己的书也常上排行榜 但是我的书写的 并没有那些不上排行榜的人好 他们写的比我们好太多了 那我也可以让我的每一本书 都变成有机会 拿年度长下排行榜 因为我知道这个时候会要什么 很早前就要有人要我寻说 你可不可以写一个谈话书 我说我告诉你 一个人的话越多 越伤人 所以最好的谈话书就是沉默 所以它只需要一张海报 就是你刚才说的话 所以我本来想替我的同学 请教你 在他们很年轻的时候 他们很难想象 人如何跟一个世俗保持一个距离 然后让自己不只是慢活 那个慢活的目的 是让你的灵魂跟着上你自己 请教学吧 是 谢谢我前面这个提问 其实非常好 如果有一些些经验 我也很想跟年轻的朋友分享 因为人的一生 你在经济在现实里做一个 我们讲比较失败的人 就社会观点比较失败 或比较经济力比较弱的人 其实不见得不会快乐 但是我绝对不会跟各位讲说 你要追求理想 绝对要去做一个 不顾现实赴躺到火 或者飞蛾扑火去做的人 因为有一些东西是 你的决策跟你的判断 你可以决定的 比方说 刚刚我现在讲到洛乙军的故事 其实乙军当然有一点像小说家伙 他extremely夸张化了 他其实在讲的可能是 以前一本畅销书可以卖十万本 现在可能一本畅销书就是 一万五千本 两万本的时代 我以前在编的畅销书 我刚做的时候 在编都是用万本在编记的 我不好就不讲哪个作家的名字 现在你可能在编的时候 可以多印几千本每一次在编 你就会觉得 哇已经是奇迹了 可是我是带着什么感受呢 最直接讲 比方说我做的时候 我喜欢文学的时候是圣堂 各位知道我小时候写一篇文章 就像文献小时候写一篇文章 你可能在联合复刊或人间复刊 你台北所有的朋友人人都会看到 因为也没什么娱乐的时代 然后报纸只有三大章 然后你可能出了一本书也很多人会知道 你可能登一篇文章 还会接到读者的写信给你 我觉得 我以己为我要做这个行业的时候 其实我是圣堂的尾巴去做的 你是80年代在工作我是80后期 那时候连中国时报也还很有钱的时候 工时很短工资很不错 晚上下班以后还可以跟朋友去聊天 那边谈读的书 然后谈阿图塞的谈什么 可是突然间 我以为晚堂还会拖久一点 就变成晚明跟晚借文 然后可是我就觉得 我每一次都会看到如果 因为那是一个态度 有的朋友会说 环境真不好或什么 那我开始做的时候 我做主编做总编辑的时候 就本来不是圣堂了 所以就完全接受不是圣堂 然后我就去想 我怎么在这里面活下去 那我还有一个逻辑就是 你也不能够去做那一种 不是会消失的行业 编辑会不会消失 我告诉我年轻的同事 绝对不会 像我刚刚说的Simposca 网站都有他的诗 都有他的评论 谁要帮你挑选出来 那个人就是编辑 露出来的次第是什么 那就是编辑 编辑怎么会消失呢 也许纸本会消失 或纸本会随编辑 但是书编辑并不会消失 这是我很确定 告诉我的朋友的 比方说 如果你像我那个年代 Konica 软片 冲洗电 或什么 它就会消失 那你不能去选一个 会消失的行业 做一个悲剧 那我的意思是什么 就说 什么事是你心甘情愿的 那你带着某一种意识 我觉得人 要负得起自己住的地方 要有一点点旅行的钱 要能够吃饭 要能够自己找到那个平衡 这个是最低限 我觉得我们跟资本主义的游戏 该付的代价 那如果有一个人 很有雄心壮志 很想赚很多钱 我也觉得没有不好 因为每个人生命的样态 跟期望都不一样 可是你一定要带着 判断你那个行业的警觉 跟知识去做 而且也不全然的 任性到百分之百 因为也有很多艺术家 是全然任性到百分之百的 我并不是这样的 那种类型的人 那我觉得找到一个平衡 你可以拥有大部分的自由 其实生命最可贵的东西叫自由 自由就是你觉得做这些东西 不是被带着手靠脚疗去做的 是你喜爱的 我常看 徐慧之最近看他的Facebook 还有我常听他讲话 看他的绘画 看他的印科 他自己本身提的诗 有的时候你会去旅游 就离合法会有些很特别的 跟文学有关的旅游 那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个感觉你会不会觉得不开心 我觉得你的人生比我越难很多 袁倩不能这样讲 就是说我觉得袁倩 其实做一个很文化界媒体很特殊的人 像我刚刚在讲一种认识的医生 各位可能都不知道 他都觉得不好意思去见那个医生 因为那个医生不跟他受诊疗费的 然后我就跟袁倩讲一个观念 我说你就是社会上很美好的能量 所以别人想要为你做这件事情 他是个好医生 你应该多让他调理你的身体 那我觉得你应该take it 因为你看的是世间有情有益的 你为我做了什么我马上要还你 这个世间有一个更巨大的东西 你也是一个创作者 我每次看文倩的世界周报 我看到了像在做那个全球极端气候 或气候温暖化的议题的时候 我都觉得那么多年来做一个 你提醒一个大家 我觉得那是社会很棒的力量 那有时候你写你的狗啊 写社会结构的一些判断 我觉得每个生命都是充满缺憾 然后可是我们都是在这个缺憾里面 像那个漫画以前 欧洲那个 The big old and lost the business 一个大的圆球都没有缺憾 你就一直滚也填不下来 那你有个缺憾以后 其实你的人生就是 偶尔滚一滚以后 你可以卡在那里 还可以填下来 我刚刚会觉得说社会之比有圆满 因为他没有跟上任何黄金时代 他在台湾报纸 复刊文学最黄金的时代 他太年轻 然后他都追着前面那些大文人 或者是大复刊主编的尾巴 进入了圣堂的尾巴 他不知道是尾巴 他以为还进入圣堂 然后后来才发现 已经是圣堂后面的厕所 紧张就出去了 那好处就是说 他的人生就甘之如頤 他怎么样懂得 在那个里头 当我决定留下来的时候 我知道我留下来做什么 我把它做得更好 我把它做得更近 也就是说这里头 不是没有诱因 但是 那个 当他走进去一个相对 不是圣堂 而是圣堂后的荒凉之籍的时候 他看到了荒凉的美 而怎样把这个荒凉的美慢慢综合起来 我问一件事情 刚才他讲的三个非常重要的人 我们现在讲了多少人认得了 有什么人 就是第一个你要认得他 我先问认得他 另一句他最崇拜的书法家 台敬农 请问认得台敬农的人 请聚首好吗 我们两个 现场两个 你收了几幅台敬农的话 也没有很多贴 也没有很多贴 有时我贴了一个 别人就说 这是你的 我就说 台敬农1968年退休 那我们是1976年 他进台大 所以他已经退休了 可是后来 我跟他的家族有点关系 那我好处就是说 我进报社当福康主任的时候 是圣堂时期 1983年 所以我就见了这些人 然后你到现在张大谦 在故宫对面的摩页金舌的字 张大谦指定台敬农题字 你可以想象 张大谦自己是书法写的很好的人 他要找谁都可以 在那个年代 他可以找非常多故宫的人 但是他选择了台敬农 好 那台敬农本身 他当然他谈到了他的人生 第二个他谈到一个人 叫普新瑜 知道普新瑜的人 请聚首 我觉得我们同学们 你们麻烦去Google 这些两个人 普新瑜 就是普怡的普 他是普怡家里的人 就是那个last emperor 他是爱心绝楼 就是最后的那个普新瑜家族的人 就是普怡他们家族的人 他们很早就来 他们后来是来台湾的 然后有一段时间 他是在 台北一专里 那个时候叫台北一专里 那个时候叫台北一专里 那个时候交属 那他很年轻 五十七岁的时候 就走掉 他后来所有的画作 抢到家庭里 都有悲剧 这样的 OK 那我在当时 当副刊主 也就是跟他的家族 后来是有一点关系 他很知道当时的所有的过程 他很知道当时的所有的过程 第三个 他长到一个 大家的名字熟悉了 知道张大切的人 请举手 你后面 你举手 举高一点了 小姐们 举后面的手举高一点 OK 这三个人 大概懂得把自己的日子过得最好的 是张大切 他呢 有点看破工程 有一个研究张大切最有名的人 叫巴东 你认得他吗 OK 对 然后巴东说他研究张大切的原因 只有一个 他在师大美术室 美术史 读书的时候 他念硕士 他的每一个老师 都在骂张大切 他就怎么每个人都在骂他 那这个人一定很好玩 他就决定也就张大切 后来张大切呢 有一段时间是 台湾的政府拒绝往外户 因为他一看 尼克森访问了中国大陆 他就立刻把他手中 收藏的一幅非常重要的 在唐朝一幅画 现在是北京姑姑的正宫之后 送给了周恩来 结果同一个时间 我们在巴黎 当时是已经代表出了 因为巴黎是最早就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的 所以把他策展 我们的外交办事处 就把他的所有的话 全部都扣押 你知道这个故事吗 然后他把他全部都扣押了 全部扣押了以后呢 这个人有没有欺诈了 他也不吭声 因为他已经很了解 他了解政治也看过政治 也懂得完政治 后来摩尼有多久 他说决定你吧 那张大天是四传人 他不敬君子 他只敬小人 这是很有名的 他养很多小人 他认为只有小人 会帮他出去打包不平 因为当时的民国时代 社会是没有真正的君子 这是他的说法 乱世啊 当君子就上头了 还活下来的 没有几个真君子了 但是他对台湾有一个重大的贡献 所有台湾的四川菜的处地 都被他教了 至少他自己过得很好 在乱世中就想吃得好 他刚才找了三个人物 这三个人物 加上徐桂枝 加上教训老师 一个一脉一脉 买在乡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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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 但是奥乡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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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 我覺得他們經歷過每一個不同的時代 有人叫亂世 我也不知道我們這個時代叫做什麼事 我不太會定義 我們最後用有一句話來做結論 因為我最近實在太爽這句話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那個漢克斯 就是這次諾貝爾德國那個得主 他在幾幾天領諾貝爾獎 他終於淪落到他是領諾貝爾獎 他的文學獎上的知詞 幾乎沒有人看得懂 你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我們終於淪落到今天這個地步 你有看到全文看得懂嗎 後來他的整個德文 最後是由中國大陸的解體字的一個微信 讓他翻譯出來的 那我看到了 那我看到你過一段話 您看到 沒有 我寄給你 好 我寄給你 還有一段話 我喜歡的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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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勝負見鬼去哪 這就好啊 這就好啊 最後一段結語 我不知道這幾年來一直看文獻做的節目都在談到一個過熱不斷溫度增加的地球 也許這個時代我們最需要的是一切都慢一點的時代吧 需要消耗慢一點 然後決定慢一點 然後或者是情緒的啟動慢一點 或者是傷害慢一點 慢一點 慢一點是一個這個時代可能 人類一直前進一直前進前進到地球那麼熱 海水的水位不斷上升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 我們應該要期待慢一點的時代 我們應該要期待慢一點的時代 其實我們所以沒辦法慢一點 是因為我們太可光盛 所以讓勝負見鬼去了 我很怕失敗 這個時代其實有非常多各種不同的糾結性的情緒跟議題 不過我希望各位同學 我希望將來在你們人生成長的過程當中 相信徐偉智老師 有一天翻看他的文字 某一個夜裡你真的遇到挫折 你想起了今天這堂課為什麼在這裡 然後去看看他的Facebook 去看看他的展覽 去買一本他的書 我相信這是我送給各位在今年最好的禮物 謝謝徐偉智老師 謝謝文獻 我們請今天亞洲大學的董事 穿著短褲 但是很瞭解 如何慢慢地欣賞徐偉智老師的亞洲董事長 上來送還一個禮物 謝謝 這個禮物叫做擁抱 其實禮物不一定是實質的 我們會送還一個實質禮物 可是更好的是擁抱 謝謝各位同學 謝謝 我們下一堂課叫什麼課呢 其實他們本來向我找某一個人 結果那個人就是在跟他的經紀人 要打官司當年還要出題 他的名字叫做清豐 OK吧 那清豐不能來 因為他在打官司 而且他處於幾乎的憤怒狀態當中 後來想了一想一 我找了兩個人 這兩個人以前都是我的助理 所以下禮拜的課叫做小助理 金馬獎 金曲獎 金鐘獎 主要的所有文字的撰寫 整個所有的腳本 你看到蔡凱隆主持 你看到黃子兆他的段落 演出的是他們 大陸的腳本 都是他寫的 然後另外一位呢 海賢是我的 另外一個領域的政策性的助理 他現在是全台灣最有名的 行銷公司的負責人 他搞的可不是網軍這種行銷 他搞的行銷是真的 創意的 所以你們去高雄開那個黃色小鴨 你記得嗎 對不對 那個策展是他策展的 在北京 在台北 我在台北 我在台北有那個熊貓寬山 有沒有 那也是他做的策展 他最近在上海做了一個 很厲害的一個文創產品 叫做文字打漾 如果這個字叫做樂 那個是一個手工肥皂 可是呢 你洗了以後你會很歡樂 他放了很多芳療的東西 所以不只是SPA 然後呢 如果叫做類 他放了很多瑤組 就是在貴州山上的瑤組 他們有一種特殊的藥草 他把它放在裡面 所以你洗完了你就會不累 然後他把它弄得 就是比一般我們想像的成品 或是瑤霧書店 還有一個窗 就所有的人都眼睛一大睜 就我們下禮拜 要為大家帶來的最後一堂課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林健 其實剛剛我可以怕蛇天主 他講說去他的勝負的 其實真的 這一生最重要的是 你最想完成的那個東西 所以去他的勝負的 你可以享受你的完成 謝謝 謝謝